现在父子没有信心 夫妻没有信心 兄弟没有信心 人活在这个世界好可怜 孤独 你在急难的时候谁会帮助你 谁关心你 谁照顾你 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 跟古代社会不一样 古代社会你再无能 再没有智慧 你有人照顾你 谁照顾你 家照顾你 你的家人爱你 你的家人关怀你 无论你走到哪个地方去 你的家人都经验着你 所以乐业归根 你年岁大了 不能再工作了 再回老家 老家照顾你 老家里面说是有父子有亲 长友有血 朋友有心 老家照顾你 你小的时候 只要你好好 你不会认识 家庭帮助你 父母没有能力帮助你 你的家庭帮助你 年老的时候 回到老家了 享受天冷之路 家族养老 家里面的家学 四叔 就是子弟学校 就是从幼儿园 培养你到大学 家学 以前教育 家把这个教学的责任 担负起来了 国家业班学校 很少 他的学生来源 从家学里面考试 录取的 上国家的学校 国家为培养 国籍管理人才干部 设立有县许 每个县一个学校 有省办的学校 中央办的学校 叫太学 他懂得了 所以现在人 生活得真苦 真可怜 人生在这个世界 毫无保障 确实哭不堪言 诸物达到了几处 然后站起来 先她再次 遍 苹果 继续 切成